有民众拿着长辈的存款簿 到高雄三明区的一间邮局 想确认全民普发6000元现金 是否入账 结果一刷不得了了 原本60多万的存款 无故剩下不到2万元 被此中华邮政查询后认为 刚好有另外一台设定编号 完全一样的补折机同时启动 而电脑当时是任补折机的号码 不知道要丢给哪一台 所以资料丢错了 也强调这是补折机的问题 跟6000元入账没有关系 民众原本60多万元的存款 也没有消失 满心期待到中华邮政 补折机刷存折 看看中央普发的6000元入账了没 结果差点被吓坏 日前高雄有民众去三明区 一家邮局帮家中长辈刷存折布 一看全民普发的6000元现金入账了 但原本在存折里面 大约60多万元的存款 却无故剧将剩不到2万元 傻眼啊 这太不能接受了吧 真的吗非常离谱啊 钱到底去了哪里 对此中华邮政表示 当时民众刷存折时 刚好有另一台设定编号 完全一样的补折机也同时启动 由于电脑认补折机号码 不知道要丢给哪一台 所以资料才会丢错 强调是补折机的问题 跟6000元入账没有关系 民众原本60多万元的存款也没有不见 更不会有各自外洩的疑虑 他干得到只是一些数字 日期金额他也看不到是谁的 我们针对这个重复的问题 我们已经全部清查了 也有一个退套措施 就是会写一支程式 马上去做检查 避免再次发生类似事件 中华邮政全面盘点补折机编号 发现只有出包的那两台编号相同 经过调整已经解决问题 另外也提醒想透过ATM 领6000元现金的民众 周一就可以到全国数家 金融机构的ATM领取 不少单位也都备妥 现金存量等着民众来领钱 记者 郑英山林一新 台北报道 不到发生了追撞意外 小客车被撞击严重变形 在7号下午2点多 一台沙石车行经不到1号 南下83公里处 疑似没有注意到车前状况 刹车不急 先擦撞到前方车辆 然后往左偏再撞一台小客车 撞击力道之大 被撞的小客车几乎被压扁 国道车辆满满 一辆沙石车 疑似没注意车前状况 刹车不急擦撞前方车辆 下一秒往左闪 却直接撞上一辆小轿车 撞击力道相当大 轿车当场扭曲变形 小客车被夹在护栏与沙石车中间 车体几乎被压扁 车祸发生在7号下午2点多 国道1号南向83公里处 三辆车撞成一团 导致国道车辆严重回堵 驚险过程 全被民众的行车介入器拍下 索性后车见状及时反应 全都惊险闪过 没有扩大意外事故 而沙石车驾驶与内侧车道 小客车驾驶两人送医救治 都没有生命危险 只是详细的肇事原因与责任 还有待警方进一步理清 接着综合报道 再来看到台南一名男子 形机可疑被警方盘查 他因为说话有越南枪 加上想落跑 远景见状立刻上前逮人 没有想到两人在路边扭打成一片 最后变成了远景被制服在地 旁边定家见状立刻出来帮忙 而据了解这名男子 他是越南籍逃逸移工 才会一看到警方就心虚想逃 幸好最后在警民合作下 将男子顺利逮捕 看见男子想跑 警方立刻上前将人拦下 先是一把抓住对方衣服 再用力紧握左手 但他却大力反抗 右脚一转左脚一勾 没想到都被男子闪过 终于成功压制在地 欸不对 下一秒情势逆转 男子一个起身压倒在地的 变警察 死命抓住男子不让他头 沿见警方反被压制 一旁店家见状也赶紧上前帮忙 可能警察的脚被他绊倒 然后就是被那一个移工给反压制 讲说警察这样子 就马上跑出去 翻满一下 刚好也有路过的民众 也是提供协助 事发在台南永康区永大陆 8号下午远景巡逻时 发现一名男子行机可疑 于是上前盘查 没想到男子一开口 越南枪露线 当场做事想逃 警方立刻上前带人 却反遭压制 发生拉扯 因为地面失滑 我们远景中心会有点不稳 再加上那个 陶一移工 他非常不配合我们查证身份 据了解男子是越南籍移工 由于陶一了一年多 才会一看到远景 就心虚想跑 虽然抓捕过程不太容易 不过幸好最后紧密合作 顺利将男子逮捕归案 藉由红富奇台南报导 台南安南区金船 有枪击丢包命案 死者跟台南角头关系匪浅 警方在昨晚 拘提了三名嫌犯盗案 据了解 死者跟主贤在网路互呛 才会引爆杀机 黑色轿车停在车库 监视小组搜证完毕 这辆车就是台南安南区 枪击丢包命案 嫌犯驾驶车辆 命案发生后 警方火速拘提三名嫌犯 先举提周姓犯贤到案 再逃了两名林姓祖贤 自知南逃罚网 于昨日晚间七十许 向专案小组来投案 两名林姓祖贤其中一人 先和周姓嫌犯借车 疑似在永康区朝死者 左前凶开枪 接着开车再到 暗南区丢包 死者徐姓男子和台南角头 绰号应纳穹的刘子贤 是甘身旧 关系匪浅 刘子贤多年前和涉嫌 雪甲88枪击案的洪正军 曾有纠纷 六号在国道自装身亡 如今徐姓男子遭枪击丢包 难免令人猜测 是否和刘子贤有关 不过调查发现 原来是徐姓男子在脸书呛声 要找主贤家人 才会卖下杀机 双方疑似在网络上发生纠纷 导致依杀人枪炮等罪嫌 移送台南地检署侦办 警方目前还在持续理清案情 只是随着枪击案发生 恐怕道上在线波澜 记者黄富奇台南采访报导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